今天我跟各位讲的就是在关于器官移植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那我想因为赵老师是天主教徒 那我就找了这张图片给各位看 这是我们在四年前的时候 两年前 两年前的时候到罗马去开世界医食医学学会 那教宗他就是虽然看起来好像是精神不太好 不过他是很认真在看 不过可能老花眼也比较严重 不过教宗他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那个就是Scientific Meeting里面 他出来解释什么叫就是他对于器官移植的那个观念 那当然就说我想各位到目前为止 其实就像来院长他到了慈激 那就说慈激他本身就说那个郑延华师那边 也是都对这个器官捐赠的观念都非常支持 其实大家都很支持 可是问题就是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就是结果在台湾就是做不出来 那这个是真的跟那个跟伦理学有关吗 还是跟什么有关 我是觉得说可能今天就大家一步一步来了解一下整个背景情形 那我想就说即使是拉院长到慈激 我也不知道说到那边去是不是会 就是说那个郑延华师是不是又更靠近 会不会开释的更好 因为就是在我们陈大医院我们器官捐赠 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是十个十个 都是从我们陈大医院的脑神经外科提供的多 所以那个神经内科是没有什么多 不过也不能那样讲 因为神经内科它本身大部分的case都是一些 那些疾病慢性病比较多嘛 不像说这个车祸脑死的病人 是急性的状况比较好说 不过就是说基本上这是一个背景给各位了解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这张图大概知道一下 就是说在台湾这么多年来的话 我们器官捐赠的数目字一直都蛮少的 尤其是像这个每一年每一年 就是一直少得很可怕 那事实上就台湾目前大概是有差不多 差不多洗肾的病人大概是差不多2万8到3万个 那平均按照就是目前在照顾那个药毒症病人的能力来讲的话呢 那理论上就是我们大概可以就是说每一年有10%的增加 但是问题10%的增加的话 事实上就是我们在台湾 比如说我们假如是算3万个人在洗肾好了 我们假如真的要做遗址有登记的 他至少都对台湾的遗址有信心的要登记的人 我们算是差不多5千个好了 可是台湾一年有100个捐赠的话 事实上差不多只有200个人有机会得到遗址 因此就是目前来讲的话 各位可以在思考这个遗址在台湾会遇到的问题 我想国内跟国外为什么会有一个不太一样 就是说因为事实上就是说我们在几年来的话呢 我们在各个遗址学位在开会的时候 那各位也知道就是像很多病人到那个未开发工作 或开发中的国家 就是正在开发中国家 比如像印度菲律宾去做这个活体 灰雪青之间的遗址的话 那这样都会引起很多伦理学长的讨论 变成大家认为说 今天为什么有钱人可以到没有钱人家里去做 去取的organ 但是问题就是说实际上的状况就是我们病人 他们给我们的经验就是说 今天一个病人他们到印度去做遗址 他们给了钱的话呢 事实上真的大部分的钱都流到那个broker 或是做这样的一个手术的医生身上去 真正流到那个捐赠者的那个 那个donate的身上事实上很少 但是即使是很少的话呢 他那一点点钱他在印度就可以买房子 可以娶老婆后半辈子都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变成说上帝造了两个肾脏给他 他就是可以给一颗肾脏 那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也活得很好 这样变成说印度的医生他们认为说 其实今天我们活在印度里面 我们也活得很痛苦啊 我们就是要活得很辛苦 所以就变成说他们就每次在开会的时候 讨论ethical的问题就是说 最重要的题目就是这个东西 今天就说为什么活体灰雪青可以做遗址 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开发中国家的医生都会很强烈的批判 可是问题就是说印度医生会起来Defense 就会认为说这个并不是这样讲 因为我们活不过今天的 为什么还要再考虑到将来的事情 而且他们认为说他们可以改善到生活 但是问题就是目前来讲 印度他们还是就是基于这个国际的压力 他们就这种就是说所谓的 活体灰雪青的捐赠也就不能了 不能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变数 就是说今天 各位看一看的就是说 今天你假如在印度要做非雪青的遗址可以 但是问题就是你要去那边 要在那边要先住三个月 要跟那个捐赠者的家属 跟捐赠者要先成为朋友 到法律去公证 他们是好朋友 然后隔了三个月以后 他们去法院就说安排说他要捐赠 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要给他一个肾脏 那样的话是可以被接受的 不过问题就是在印度那地方 各位也知道 他是很多感染病的一些状况 所以说事实上也是很麻烦 所以现在很多病人都不到那边去 所以就说事实上 就是说这个伦理学场 有时候随着时间的变化 或是地区的不同 可能都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那就是说台湾来讲 目前我们都一直 这个数目是一直都没有什么增加 但是问题就是说 我们在这边 我们也看不到我们政府 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到底怎么样改善这样一个情形 因为这个坐椅子来讲 事实上像我来讲 我也自己也觉得很无力感 因为我觉得说 好像我要坐椅子 也不如说今天是我爸爸妈妈 我什么人要坐椅子 今天我们要坐摄取的 事实上也不如说 今天有一个前金 有一个后屑 对不对 今天我们要先帮他 要拿来前金 我们对他有一个交代 事实上那些摄取是谁 我们也都不知道 可是问题就是 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 我们发现我们要动员 很多的一个同事在那边帮忙 但是问题就有时候变成说 好像是我们一直都抱着一个 变成说 做这种事情变成是我们的事情 你知道 而就是问大家怎么样 去紧紧的密合 好像不是一个很完整的 一个program在进行 所以说事实上 有时候也会觉得很累 那这是台湾目前的一个状况 各位先了解一个背景 但如果你就说 我现在就是请各位 先大概有一个了解 因为任了一个东西在做 我想就说同仁们本身 就说假如你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意思的事情 很好的事情 那我想不必怎么讲 大家就会觉得说 很高高兴兴去做 今天就像说 我今天早上在路上 在想说要取什么栗子 譬如说今天好了 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两个人要恋爱 要结婚对不对 假如说这个女的 有一个很好 就是你很喜欢她的时候 你会想着很多她的优点 一直想想想 就觉得说这个很好 很有意思 这个挥去不可 可是假如你不喜欢她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 这个很多缺点 你一直有找缺点 但如果你人跟人之间 你怎么去看优点 你怎么看缺点 是一个相当的艺术 所以这问题就是为什么 目前在台湾这个遗址 为什么跟国外不一样 在国外开发中的国家 基于把transplantation 当作一个很 routine的工作 所以就变成你遇到的一些什么问题 像一些 你怎么样取得公平 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说伦理学常的问题 大家都会去想说 我们要怎么去讨论 取得一个最公平 大家都能够接受 可是在台湾来讲 好像是没有人去讨论这个东西 因为大家都好像是 就觉得说 一想到遗址就觉得说 很危险 然后就再问 开完刀以后 要吃很多的抗排斥药物 又有很多的风险 所以大家不能这样 就是视视而非的话 那就问题就是说 怎么去做呢 根本就很难做 那像今天各位在做 就是我们医院里面的 就是优秀的同仁 对不对 那今天问题就是说 事实上你们对遗址 到底了解多少 对不对 那了解多少没有关系 就是说基本 我们就说OK 今天我这个就是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叫 那个李沐作 这个有一几个别的单字 就是跟你在我讲 就是说没关系 就是说圈内圈外的人都可以看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病人的存活力 也就是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手术了以后 病人可以活多久 那个邱娃跟那个 那个树叶也可以拿去填一下 我们第一个就是说 做完移植 Kidney 就是圣诞移植以后 它五年的存活力是多少 各位可以按照你的想象里面 不是用猜的 用你的那个 这个国民的医学尝试去写啊 这就是很重要 那第二个是Liber 做肝脏移植以后 它的五年的存活力 你们认为应该是多少 这个你们认为 或是你们有knowledge也可以 这个人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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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就空白 因為這個也可以當契犬 就是填一下 那第二個就是說癌症的部分 我們開刀對不對 像說第一個是食道癌 第一個食道癌 第二個是胃癌 第三個是我們的duodenal cancer 十二子腸癌 就像我們常常在說的FIPOFIPO對不對 那個開了一個手術 十二子腸癌 那第四個是大腸癌 第五個是肝癌 所以就是說這幾個的話 各位就說你們先填一下 等一下再跟你們討論 就是說 就是說一般來講 我想各位也知道 像假如說你們今天一個病人 或一個親戚朋友 得到一個肝癌 得到一個大腸癌的話 我想你們想想看 會不會覺得說 現在的醫療能力的話 會這樣說你不用啦 你不用開刀啊 你開刀很危險的 這個想想看是不是這個樣子 那上面我們做移植的時候呢 5年的存活率 跟這個 開這個癌症的5年的存活率 你們自己就稍微填一下 預測說這樣到底是沒一個結果 填一點 等一下我們再看答案 那這是從美國 EUROS給各位知道一下 就是說 就是目前的一個提醒 就是說大概一個背景 就是說 我們目前在做 器官移植的時候呢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我們不同的器官 它平靜來講 它活的最長可以活多少年 像腎臟來講的話呢 假如從我們的那個活體來的時候 它最長可以到可以活37年 那那個 那個就是大人來講 那個從Cardever來講 它最長可以活到34年 就目前 有紀錄的 有可以到34年 那 胰臟的話呢 有17年 因為這個 現在它的那個 就是說什麼時候開始做 那個心臟的話有22年 那心肺的話有17年 那肝臟的話 最長已經有活26年了 那單會有11年 雙會有12年 所以就是各位知道 就是在做遺址來講的話 目前的結果 事實上是應該是不錯了 不過你們那個 跟我們五年除魔力不太那個 那這個是背景 各位先了解一下 比較不會那個 那這個 因為這個比較小的字給各位 就是說 常常在 台灣目前的情況就是說 因為 我們有很多內科醫師 也有內科醫師在這邊 就是說 今天在做遺址的時候呢 我們 要做的 講說今天我們大家都去體認到說 這個 這個做器官遺址 結果非常好的時候 那我想我們在 考慮的時候 我們也許就是會找一些 比較有利的條件 來說 遺址是有它的道理 那你即使遇到什麼挫折 什麼樣的一些ethical的問題 那你可能就會慢慢把它 探討的比較清楚 那假如說問題就是說 像在台灣來講的話呢 我們目前 各位知道 我們的洗腎的病人 事實上三萬個人 他每一年用掉我們的 健保費用大概是7%到8% 而且每年每年在增加 那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目前洗腎 你平均一次大概是4000多塊錢 那一個月洗 一個禮拜洗三次 那你算一算 就是說每年每一個人所需要用的健保費用大概是60萬左右 但是問題就是說 這些錢都我們健保在幾戶啊 所以說目前來講 各位也知道 就是說現在 那個內科來講 我想你的 Nematology大概是 Resident要選了 注意事要選 選科 你 風姿免醫科我不知道是排第幾的 不過就是說 腎臟科有一陣子是都排第一的嘛 那問題就是現在 就是說政府要把腎臟科的洗腎會用把它cut的時候 那就開始就有一線會覺得說腎臟科的行情沒有那麼好 可是如果你假設一個醫療行為用行情來看的時候 我想就很複雜 所以變成說台灣來講的話呢 我想就是說 一般人來講都不願意告訴病人說 洗腎跟 做移植的時候 他的結果怎麼樣 所以這是從新英格蘭醫學雜誌 他就是在比較 就是說一個病人 他 長期洗腎 或是當他洗腎完了以後呢 他的那個情況 我們覺得他可以去適合做移植 我們就可以這樣進一步去討論 或者說這個病人他做完移植以後 他的結果怎麼樣 那這位可以看到 因為這主要這個數據 這個數據不是我們編的 他就說這邊可以 因為這不是很清楚 就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們一般來講的話呢 假如一個病人在等登記要換腎 登記就是說在要換腎的時候 他每一年就說100個人 理論上 因為你在從登記 就表示你的條件可以 你可以 就是說 你也許就說認為你不是癌症 你不是太老 你不是太有什麼太多的毛病的時候 那我認為你是可以做移植的時候 那你每一年你的那個100個人裡面 你死亡的人大概是6.3個人 所以就是說 可是你就是假如說你 你在都是 全部都不管 就是有病人在洗腎的來講的話呢 你每100個人 一年裡面 理論上會有16個人死掉 所以說洗腎不是洗不死的 可是你就說 剛剛我給各位看就是說 我們看到就是在美國那個 Data裡面 他秀出來 做移植的病人 有一些人可以活到30幾年 對不對 可是我們假如說比較科學的看來 我們不能老是用那個單一個數據來看 我們一定要比較客觀去看 所以變成說 這個就是說 假如說去分析的 洗腎的病人每100個人會有16個人死掉 那就是病人他登記要換腎的時候呢 他有6.3 可是假如說一個病人做完腎臟移植以後呢 他每一年 有一百個人裡面應該差不多3.8個人會死掉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差異相當大 所以你說你生路故 就是說你一些病人擺在那邊 你有患了跟 一直區域在洗的時候 你長久的結果就會很明顯的差異 我們小姐少暈一張 那進一步就是說我們看說這些病人來講的話呢 你就說你在做移植的時候呢 你看起來的時候就是說 你洗腎的病人跟換腎的病人 他預測 你預測他的那個 半衰期的時候呢 那你洗腎的病人差不多10年 那換腎的病人大概是20年 所以這有10年的一個差距 我想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說這個地方給各位先知道 這個背景 我認為 就是說因為移植有它的意義在 可是問題就是目前在台灣來講 我們事實上我們從來沒有一個 醫生 願意跟病人好好的講說 這個移植的目的在哪裡 就認為老實說 移植是很危險 所以變成說我們很多事情 我們在台灣根本就沒有辦法談 討論什麼一些ethic的問題 那進一步就是我們在討論開始進一步 那移植有什麼樣的ethic的問題 剛剛我跟各位報告就說 就是說我們在做移植的時候呢 當然我們的器官來講 剛剛有一些跑到印度去做 有一些我們在台灣在做 那有一些跑到大陸去做 那這樣的一個背景的時候會造成怎麼樣 就是說 今天 就是我們 假如說從 屍體來的話 正規的管道我們就有屍體來 那屍體來的話呢 就是說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我們會勸到 這個屍體 它是一個 有沒有腦死 或是說它是純粹心臟停止不跳 那就是說因為人死的時候呢 假如說你心臟你停止不跳的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 所有的器官它就血液循環就開始不好 不好的時候呢 那這時候很多器官就變成不能用 但是 問題不是一定不能用 假如說你就一個人真的是完全死掉的時候 不動的時候呢 不動了心臟都不跳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你認為它已經完全死掉的時候 那你覺得說我可以 就是說取它的器官我一點都不會覺得 這個人還會在跳 心臟還在跳 對我為人捨不得的時候 那我想問題就比較單純 就變成心臟有在跳 心臟沒有在跳 那心臟沒有在跳的時候呢 假如說你覺得說這樣的一個死亡 你可以接受的時候 那你在做的時候 那當然就是在西班牙來講 他們就做得很好 他們可以就是說 在一個很快的一個動作裡面 去把這個器官 把它灌各種容易 讓這器官能夠保留它的功能 那這個時候你器官取出來用的時候呢 他們認出來那個 就是它的功能 事實上差異不會那麼大 還是可以用 懂不懂 但是問題就是相對來講 這樣一定是比較起來 沒有像心臟還有在跳 心臟還有在跳的時候 所有的器官 就不會在那種所謂的缺血時間的話 它的功能恢復就比較好 真的你在救人就會比較有意思 所以變成說我們今天像有時候我們在 我們醫院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說事實上有一些病人來講的話呢 假如說他的功能很不好的時候 那今天 你要把他的器官取出來 要去給另外一個人來講的話 事實上有時候我們也不容易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因為假如說一個器官不好 你再去救另外一個人 你只是把問題丟到另外一個人身上去 那問題就是這個病人 在Receiving做完了以後 問題還是要照顧 照顧的時候事實上就開始很多問題就出來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說 假如說今天你認為 就是說器官移植沒有意義的話 器官移植是一個很殘忍的行為的時候 就是說你今天捐贈的很殘忍的時候 那我想後面要談這個問題 根本就沒有辦法談 所以就是說基本上 當然是問題 醫學已經進步到這個程度 大家也能夠了解說 器官移植他的確他的治療的成績 到一個相當的成績 的確是可以讓一個人活過來 那今天只是我們考慮的就是說 今天第一個是考慮捐贈者 這一部分的時候 那捐贈者來講的話 剛剛講到說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人已經死掉了 那這個 這個就是說他的心臟不跳 這個沒有話講 那心臟會跳的時候呢 那這個時候就是我們就進一步要討論到所謂的腦死 倒死 問題是腦死這個部分就是說 一般而言就是假如在神經學來講 就是說 假如今天你經過一些 我們所規定的一些腦死判定的一些檢查 也就是神經學檢查 假如確定是一定是腦死的時候 那我們預期這個病人 一定在一個禮拜到10天的時候 一定會死亡 所以他只是說什麼時候會死亡 那因此這個時候呢 我們叫他做器官捐贈的時候 我們不會覺得說很慚愧 但是問題就是要你小心 就是說 任何一個醫師醫師的話呢 假如說你今天要考慮到器官捐贈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說我們自己醫師醫師 也許有一些人會認為說 這個人在做器官醫師 他非常的就是說 本身非常喜歡開刀 那這樣的話變成說 你也許他人的一些行為的話 會有差距 那變成說我們建立說 這樣的一個腦死判定的時候 我們應該有 腦神經外科醫師 或腦神經內科醫師 或麻醉科專科醫師 他們是屬於第三者 他們很公正的去做腦死判定的時候 那當然是最好 那當然就目前來講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也都是尊重他們這些專業去做腦死判定 雖然就是說我們這些 有一些我們這些就是說做醫師的醫生 我們也有經過腦死判定的訓練 也知道多少知道一些 可是問題就是我們不會主動去做這個東西 以免就是我們有這樣的一個差距 那目前最更實際的就是說 今天假如說 我們今天 對於就是說我們的同事在做這個腦死判定的時候 原則上 我們自己醫師的醫生 我們不願意涉入 就是說今天 看起來差不多啦 我們就把他做了捐贈或怎麼樣 事實上問題就是說你今天 他的想法 假如說讓他在做 因為你今天職位比他高 你今天給他一個某一個壓力的時候 他今天去做腦死判定 而這病人根本還沒有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這不管是於法律來講 或是以實際來講 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你叫他去做這樣一個腦死判定的一個 一個診斷 還有一個 就是說 簽名的時候 事實上我講對他的壓力來講很大 而且將來傳出去的時候問題也是很多 所以我是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卡 那像我們在實際檔例子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今天 我們也有病人 就是說他今天是 爸爸送到我們醫院來的時候 那送到醫院來的時候爸爸就很熱心 就說今天我兒子這個 已經看起來是腦死了 就是要讓他器官捐贈 可是各位知道就是說我們通常一個 一個病人的話 講說 你不知道什麼原因 也沒有車窩的一個 一個情形 就是病人來 就是昏迷的時候 那事實上你一定要給他一段時間 讓他就是說經過 一段時間的時候 讓他我們 給他認了藥物 看他是一個腦神經的狀態是怎麼樣的時候 再考慮 做腦死判定的一個檢查 結果隔了一段時間以後 這個病人的小孩子就開始會動 會動更不用講 一定是不符合腦死判定的那種 就是 criteria 那我們就沒有給他做 結果隔幾天這個病人就被轉整 那時候他轉到龍腫去 就到龍腫去治療的時候 結果他就跟那邊的醫生說 在那個醫院裡面 那個醫生 就說我小孩子一去的時候 他就要叫我做腦死器官捐贈 你知不知道 所以變成說有時候這個世界上有時候 有時候有一些人在講話的時候 就是他會黑白講 可是問題就是說 這個唯一辦法 就是你自己立場要站得穩 你假如沒有站得穩的話 你後面的問題就是 人家會認為說你為了要做遺址 而這樣 對一個人 這樣的一個手術 事實上是 很不合理的 所以這腦死判定來講 事實上就是說 目前我們的想法是說 因為基本上華麗都已經有規定了 那規定了以後呢 那我們就是一個器官捐贈 我們就是按照 就是說他的一個檢查的一個項目去做 假如能夠按符合這樣的話呢 我想就是說 你在做這個 procedure 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這是我們先知道就是說 一些 就是腦死的病人 或是就死後捐贈 那當然另外一個情況就是說 今天各位也知道在我們台灣 前陣子是不是就是我們一直都有一些 死刑犯捐贈 對不對 那事實上就是說 死刑犯捐贈事實上是這樣 就是說 在國際的 那個醫治學會來講 我想台灣是一個 target 人家都一直很批評我們台灣 就是為什麼要做死刑的那個器官捐贈 那 當然就是說我們以實際上來講的話 事實上就是說 今天在台灣 死刑犯的器官捐贈跟大陸又是不一樣的 那台灣的死刑犯的器官捐贈就是這樣 就是說 這個病人 這個人他犯了錯 他事實上法律已經判斷死刑的時候 那這時候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一些 就是說 有一些人會去跟他勸募器官 那事實上家屬他都申請都是 前的 同意書 同意書 然後問題就是說 這個時候很多人就質疑說 第一個 你這個死刑犯 你在 法律上你已經沒有自主權了 因此就是說 你做的 一個同意是不是有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說 也許就是說你今天你答應捐贈 因為你知道你一定必然死亡的時候 那你捐贈的時候是不是就是說 你可以得到一筆的那個 費用 整個一種compensation給你的家人 那所以就變成說這個就變成說 理由你說不清 那事實上目前在台灣來講 我們一般來講死刑犯器官捐贈 理論上 就是說 事實上是沒有這樣一個 一個狀況 但是就是說 今天我們在台灣器官捐贈 就是說因為國際的法律有這樣一個壓力 在的時候 目前就只有 長庚醫院 的系統 他們有到監獄裡面去取 這個樣一個 一個那個器官 那問題就是說 就是說人家很多人都會批評說你這樣是 好像是不是 很那個 長庚醫院他們是認為 他們還蠻執著這個理念 他們覺得說 這樣是 就是說 他們並沒有做出什麼 違法 當然問題就是 整個國家的一個 一個信譽的話就擺在那邊 因為外國人他們的想法跟你不一樣 而外國人又比你更強勢的時候 因此就是我們每次要 為了這個東西要去 抗拒有時候也很累 但是問題就是說 更嚴重的就是說 今天 其他的醫院都不取那個 不到 那個監獄裡面去取那個死刑外的器官 可是問題就是說 器官出來的時候就會有 organ share 會分享器官 那今天問你說 台大你要不要肝臟 台大說好了我要愛 你知道嗎 問你農總要不要心臟 農總說好了我要愛 問題是說 叫你去你不去 人家拿回來說 問你要不要你就要 你知道 所以變成說 大家好像就一直都沒有辦法有一個共識 你知道 那時候我是覺得說 像那天照老師在講那個 就是安寧 條例的問題的時候 我事實上覺得說 因為 我跟如果這樣一直長久在接觸的時候 我事實上覺得說 其實 你們認了一個社會的人 你真的是要有一個 大家有一個共同的使命 覺得大家去談 討論 看看怎麼樣 是覺得說對台灣最好 對這個國家最好 大家朝那方向去做的時候 那就不會出差錯了 像我們這樣子 我們幾乎是沒有共識 沒有共識的時候 像說 我們早年的時候 我們陳大也有 第一次有去過 那個 那個 台南監獄去取過器官 所以那時候我也是 第一個跑去那邊 就是說 有去 去處理過這樣 不過回來的時候 事實上 我有時候 當然我個人來講 就是說 我也知道 因為我本身在 這樣的一個器官 在取得的時候 我們是要給一個 病人要用 那事實上 我來講 也許 各位也可以說 我好像是 沒有什麼ethic 但問題是說有一些事情 我事實上已經 已經事實上 也許有一點 比較麻木一點 因為我覺得說什麼事情 事實上 我今天做了很多事情 我在做的時候 我有時候也都覺得說 很多都是 一些無奈 但是問題是當時去了以後 這樣做了以後 那當然是整個社會 都有很多的討論 討論的時候 那事實上我們自己 同事裡面 大家幾乎大部分很多也沒有辦法同意 這樣一個想法 那事實上對我來講 我也不認為這樣的一條路 走去的時候 我不認為說 是死刑犯的問題 我是認為說 這樣走去的時候 事實上大家不會有共識的時候 這條路要將要長久發展也是很困難 所以就是我們就去做了一次以後 我們就沒有再做第二次 這是這樣 不過大陸來講的話 也許各位常在看到報紙 在講到大陸的器官遺址 就是說 大陸他們做了很多遺址 都是死刑犯的那種 就是槍斃的 那個 那樣一個情形 那就是說他們很不人道的情形 那事實上就是說 也許就是說 我們知道 就說像 各位也知道像這次在高雄的那個 就是說 議長的選舉對不對 那很多華麗的案件 就是不管是什麼 黑金的問題 或是說 前金後金的問題 但是各位可以知道就是說 有時候 人道的立場 或是說 人權的立場 有時候我們一件事情就是擺了很久 擺到最後你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東西 而且對啊 你發現說 人家那天 我在看那個政論節目 他那講說 你記得去年在台灣發生 政治上發生什麼事情嗎 他就問了這個問題 所以說 他們是說 這個前提是因為 他們認為說這次的高雄市議長的選舉 會不會影響到 2004年總統的選舉 有一些人就說會 有一些人就說不會 那不會的人就跟我說 就說他就說 你會記得 2004年發生什麼事情嗎 那根本就是大家 2002年 也就去年發生什麼事情嗎 大家都忘記了 不過大家只記得 曲美鳳的事情而已 對不對 所以就事實上就說 很多事情 像說你今天一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說 他說他那時候被判有罪 一直叫一神二神三神 一直搞到最後的時候 隔了七八年的時候 你有一天看報紙發現說 是無罪 對不對 那你也搞不清楚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在大陸來講 他們在做 他們都對一些死刑犯的判定 他們也許就說 比較潦草或怎麼樣 不過就說 假如說今天一個人有罪 有證據顯示有罪 所以說事實上他們的遺史 遺史跟這個 跟這個死刑犯的器官捐贈 兩個事實上 我是覺得說 是兩回事 你知道 也就是說今天 假如說今天 就是說 你今天他的器官捐贈 並不 他死刑犯的 並不是說為了器官捐贈 來把這個死刑犯 死刑 所以這兩個是一個不一樣的 但所以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因為大家的 對他的認知也是認為說 他今天是因為 為了要做器官移植 才給很多 對人權沒有辦法維持 我是覺得 這是因跟國 是兩個 兩個事情 這是我的了解 是這個樣子 所以就是在大陸那邊的死刑 能有器官捐贈 給各位知道一個 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各位剛剛也知道說 我們有一些病人到印度去做移植 對不對 那到印度去做移植的時候 那是不是就是說 我們今天對一些 就是說那一些 就是說 可憐的人 窮人 我們就是為了取得他的器官 給他一個 一些金錢 這樣是一個很不公平 事實上就是說 問題就是說 這個大家也都知道 這不是很合倫理 但是問題就是說 台灣當時就有很多病人跑去那邊做 而且問題做回來結果也非常好 那可惡 就是說 目前當然是沒得做 那中國大陸目前這個器官移植的話 因為大部分基本上就說 大家也不是很贊成 可是問題就是說 這個事實上 到中國去做移植 現在不是只有我們 我們就說東南亞的 人民 像日本 或是中國大 或是歐美也都有跑去那邊去做移植 可是只要每一次 只要有 有西方的媒體 一報導的時候 那個就 風聲賀淚 所以就變成說 大陸來講 你只要去問江澤民說 你們有沒有在做那個 十七萬七萬捐贈 江澤民一定跟你說沒有 你知道 那你一直問問問 你問到了沒有一個人跟你說有 每個人都說沒有 可是問題是沒有 還是照做 這是在目前的一個移植的一個背景是這樣 那當然就是我們現在就進一步就是說 談到就是說 我們的一個活體的移植的那個會吵 那什麼一個情況 那活體來講的話 這個因為這個你們可能講一下 就是說活體的器官移植 各位也知道 就是說 一般來講我們最常見的就是我們來自於我們的親人 那在這一本裡面他也有特別講到那個 活體的器官移植 也就是說我們在做移植的時候 就是說 一個 Cardavar來講 我們當然是 怎麼講 因為Cardavar這個病人 就是說他會死掉 那死掉的時候 你說 就是說那個 會物利用 用這個想法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像很心安你的 可是問題就對很多人來講 人家也很捨不得 所以各位也知道像說佛教來講 死了以後 你要 註念要8個小時都不能動 這個是當然是一定會有不同的那個 宗教觀 但是問題是說 當然這個話都是人家怎麼去講 假如說這個人說不是這個樣子 那就變成不知道 假如人家說要這個樣子 你就要這個樣子 不過就是說 一般來講的話 Cardavar來講 大家爭議就比較小 只是說怎麼樣去讓更多人能夠捐 可是活體來講 那也許就是我們今天看到 今天活體要從哪邊來 對不對 那各位也知道就是我們自己 自己親人給 當然是 好像是最理所當然 那 可是問題就是有時候就說 有時候人家說好朋友 比兄弟還更親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這個 我們自己兄弟或 兄弟姐妹或父母親 這是一個來源對不對 或子女 那像這次我看到大孝獎 那個有兩個人 就是說 兩位就是因為捐肝給爸爸媽媽 那就得到大孝獎 對不對 所以就是好像有付出的時候 他就比較有機會得到 那就說 問題就說另外一個 就是從沒有血緣的關係來 這是我們來講 那這樣的話我們怎麼去看這個事情 就是說 我在那麼久的一個經驗裡面 事實上就是說 早年來講在做這個親人的遺址來講的話 大部分 都是 爸爸媽媽給 那爸爸媽媽給的時候呢 會怎麼樣 就是說你今天 媽媽 比較會給 那個 給小孩子 爸爸 就不太容易給小孩子 因為爸爸都說他工作很忙 你知道他還有事情都很忙 所以媽媽就是因為小孩子自己生出來那種感情就不太一樣 看到小孩子生病 他就會很願意捐給他 那兄弟姊妹來給的話呢 事實上也許就是 好像是兄弟姊妹都很好 但是我是覺得 假如兄弟姊妹都還沒有結婚 大概就問題就比較小一點 那講兄弟姊妹有結婚了以後 並不是說 有什麼變化 可是問題就是說 假如哥哥願意給弟弟的話 嫂嫂也會很捨不得 你知道 那他們都在門診裡面 假如說譬如說今天要給的時候 他又 在這方面是兄弟姊妹 這方面又是那個 那總是就是有時候就是說 假如是一家人都很高高興興興的時候要捐贈 那他問題就比較小 可是假如不是這個樣子的話呢 那就是假如說要給的話 那又覺得說對哥哥不好交代 可是他來的時候會告訴你說 你能不能告訴我那個 告訴我說 那個告訴我哥哥說 我的身體不太好 所以不適合捐贈 這常常都會碰到 那這是我們在說 就是說 血緣關係會這個樣子 那可是血緣關係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各位也必須要知道 就是說今天假如說 即使說今天給的時候 給的時候那一瞬間是 沒有關係很好 那可是你給了以後的時候呢 問題就是希望他 他給了以後 他假如身體也很健康 或是他事業也很發達 那就沒有問題了 那前幾天報紙也有在講 他就說有一個 有一個弟弟 他捐了給哥哥 那捐了以後他就整天都 賴在他哥哥家裡面 那就多多 覺得說他哥哥要養他一輩子 那問題完了 哥哥好不容易身體健康了以後 就開始要變那樣了 那我自己的例子呢 那事實上就是說 我們自己有一個 有一個姊姊 當時是他妹妹給他一個 一個腎臟 他弟弟給他一個腎臟 其實我完了以後就很好啊 那我就不知道怎麼 哪一天就開始有變化了 弟弟就養癡的 肥肥的 你知道他都不上班了 就到他哥哥的 到他姐姐的 等他捷屋的工廠裡面去 那到捷屋的工廠裡面去的時候呢 那就整天什麼事情都 就是問了以後 就說要拿薪水對不對 薪水給他沒關係 可是薪水給了以後他又要管他捷屋工廠裡面的一些 一些那個工人 他說動字罵來罵去好像他是老闆 你知道嗎 他覺得說姐姐 今天身體健康都是他的功勞 那捷屋家裡身體能夠 家庭能夠圓滿也是他的功勞那樣 那結果姐姐他自己夾在先生跟 弟弟的那個立場 他真的是活得很痛苦啊 他覺得說他真的很想出家 不想活了 那結果問題就是這個東西 結果有一天 姊姊的腎臟到了十幾年的時候就產生慢性排斥 就沒得 就要回去洗腎 那結果這個弟弟的發現他的功能就不見了 他把他姊姊身上的那個腎臟就沒有功能了 那完了以後呢 這個 姊姊剛好就有機會在做到第二次的那個 在椅子的時候就活過來了 就在恢復健康 那這時候弟弟都 都沒有 不曾再讓他姊姊家去 就覺得說這個跟他有關係 所以說活的人 你就說你假如說你這樣一輩子 這樣不斷的拉下去的時候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這就是我們在做活體椅子 碰到的一個問題 那假如說問題是說這個是一個活的人 可是問題是說剛剛我在講到Cardabra的情況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說今天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都認為說 今天你假如說一個人器官捐贈的時候 你不能assign 不能指定 誰要接受你的器官 對不對 那 有一些人就說會覺得說 這樣很不好 我們今天要捐給出去的時候 我們都充滿著愛心 對不對 可是你就說 有時候你今天在做這個椅子的整個過程裡面 你考慮的不是就考慮今天做完手術的問題 這將來的變況怎麼樣 今天假如說今天一個人 他的弟弟好了 捐贈器官給一個 一個董事長 這個董事長就 就知道 他就知道誰是 Donna 誰是reciping 那晚年以後呢 這個董事長事業興隆 那這個Donna 的話 有一天他覺得說他 事業不太順的時候 他就把董事長說 你今天你做得這麼好 就是我們弟弟 一個橫給你 你怎麼會這樣 那這個時候就開始會產生一些 長期的一個勒索 就會出現了 所以變成說我們今天我們都一直希望說 捐贈者跟接受者的那個問題 不要再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 那可是就是有一些 像說在台灣來講有一些捐贈者的那個家屬的聯誼會 他們都是一直都非常強調 他們很有愛心 他們要怎麼樣 可是問題就是這個假如碰到一個兩個Case的時候 我想就是說真的你雖然是救活他一段時間 可是也許後面的問題又更多 這是我們在考慮的一個 那像這個就是說 像這個就是我們在 做那個火起血清 這是當時我在自由時報寫了一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主要是在講什麼 就是說 事實上 我們知道在台灣來講 我們一般講我們在 活體捐贈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考慮的整個一個華麗的層面 跟實際上層面我們是考慮到三等親 是 就是活體可以捐贈 但是問題就是說 三等親 畢竟就是說你假如說對一個人來講的話 假如說 事實上 假如真的要給的話 三等親事實上也就差不多很夠了 就是說 你的 你的爸爸媽媽 你的小孩子 這家家這個 事實上就有了 但是問題就是說 假如 不容易找到的時候 你開放到五等親去的時候 也可以 可是問題就是說 這個比較靠近的人 你會認為說血型不太 有時候血型不合 不容易找到的 也許在擴充的時候 會更有機會 那這當時就是這樣一個華麗的延伸 不過當時為什麼會一直演變這樣 就是說 在我們做的器官移植裡面 各位也大概知道一個背景 就是說 我們今天腎臟移植 我們有兩顆腎臟對不對 所以我們活體給人家的時候 我們給人家一顆 自己留有一顆的時候 經過十幾年二十年的長期追蹤 事實上 一個人只要有一個腎臟 事實上他就夠了 對捐贈者來講是這個樣子 那對接受者 他有一個腎臟的時候 那這個腎臟當然就牽涉到 這個腎臟長期的一個存活率 那當然就說你 多少會因為一些排斥的機轉 而不是自然的一個 疾病的病變 會有影響 那肝臟來講的話呢 我們知道我們肝也是有左葉跟右葉 所以早期來講我們都是整個 M block 整個左肝跟右肝一起給人家 可是現在來講我們發展的一個技術 就是我們可以給一部分的肝 所以說各位看到大笑講那兩位的話呢 他們就是給一部分的肝 不管給左葉或右葉的話 那自己捐的人他有一半的肝也可以活得很好 接受人有一半的肝 他可以慢慢大起來就好 不過心臟就沒有辦法了 心臟就沒有辦法說你的心給我 我的心給你 對不對 因為我們知道心臟我給你我就死掉了 所以變成說我們心臟一定是 肺臟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有兩個肺 有一個心臟就剛給各位看到單肺移植 所以 所以也是這樣一個情況 不過就是說 我們知道腎臟一直因為有這個 這個活體腎 活體腎的情況 所以就說變成說 已經有很長久的歷史 那因為活體肝來講的話呢 因為早年來講的話 技術沒有那麼純熟 那所以就大家比較猶豫 不過就是說因為目前來講 我們活體肝來講 我們就做得算相當好 他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結果 但是問題就是說 問題就是說當時就是活體肝來講的話 你有知道你知道這個 現在肝臟手術風險大 所以變成說有時候你假如說真的是 爸爸媽媽 有時候年紀不適合 然後就是問題就是又有一個 有一個就是說小孩子也許怎麼樣的話 所以變成說他們希望把這個 肝臟的活體肝的來源能夠擴充 不過當時 就是說 他一直擴充的情況一直擴充到他希望 希望就是說 能夠活體肝的那個來源 能夠擴充到一些就是說 沒有血緣關係的人 就朋友可以可以捐 活體肝 那當時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人 但是問題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就是說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的腎臟腳不好的時候 那病人還可以再回來洗腎 你不會看到立即的死亡 可是假如肝臟衰竭 心臟衰竭 或肺臟衰竭 就可以死掉 可是問題是 假如是 心跟肺要死掉的時候 都躺在家務病房 記者不容易去拍照片 可是問題假如肝不好的時候 你那個肝各位知道 黃膽慢慢一直在越來越高的時候 那你都還至少還可以 拖著一個很疲憊的身體去 表示你已經快要死掉了 對不對 所以當時就是有一些肝臟 醫師的醫生 他就很會製造這樣的一個輿論 一直讓社會大眾看到說 這個人好可憐喔 他快要死掉了 他就是因為等不到肝臟才要死掉 可是問題就是說 假如說那樣去看的時候 當然是你會 帶動很多人的想法 那結果就 那時候就是變成說 這個 灰血緣關係的 活體肝臟的捐贈 好像變成一個潮流 就一定要朝那後面去走 可是問題就是說 這樣問題就會產生什麼一個情況 照著就開始產生了一些 所以當時就是我在報紙裡面就寫了 就說在 就寫了 我說這樣是不合適的 那寫了很長 很長 那結果就 當時就 那個誰 我們同事 我們的同行他們在公聽會的時候 因為立法院要開公聽會 要修改法律 所以他就是意思 就是說很怕說 我就是 一直多對這種事情很擬細思的 不過當時就因為 因為當時就說我也是 因為自己也是牽涉到 我那個 有一些話不敢全部講得很 很完整 因為這個牽涉到自己要升等 所以說你還沒有 還沒有 就還沒有講完的時候 等一下人家就跟你有完沒完 所以 所以就有時候就很沒有骨氣 雖然說我覺得我做事已經蠻有那個了 所以就不過說當時他們也會來討論 說這個捐贈的事件 所以說當時就說在這個捐贈的時候 就是華麗來講 事實上他 那個衛生署 還有那些那個我們的賴清德委員 他們都有 跟我們在討論過 所以事實上 我們都有一系列這樣在弄 就是說 認為說這個事實上 你假如是牽涉到 會血緣關係 活體的可以捐的話 你總是不能說 只有肝臟 你到最後一定有腎臟 什麼都開放的時候 那到時候一定很忙 每個人都有很多好朋友 你知道嗎 每個人我們在病人 因為他現在到中國大陸去坐椅子是100萬 那他以後都在台灣來坐 他就又省掉很多錢 那每個人都覺得說 那個風險已經很小 在台灣的技術都沒有問題 每個人在這邊坐的時候 那大家都有很多好朋友 找你 這是我好朋友 我看到他很捨不得 每個人都會這樣去坐的時候 那我想到時候就 這個椅子那個 會牽涉到問題就開始出來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 這個事有時候 也很好玩 這個就是 當時 我們到立環公聽會之前 前一兩天 你知道 剛好就是那個誰 有一個 這不知道是誰 這個陳先生 剛好就 就寫email 到一封 到我的信箱裡面去 而且他就是 到因為我們有網站 所以這是 這是 因為我把他名字塗掉 表示我很尊重他 沒有給他那個曝光 他說 他想捐聖 是的 不過說他要賣聖 也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他不希望 就說人家欠他一輩子 所以就說 就說這個 就說他也不希望 人家下輩子要還他人家 所以他很鄭重的 他就是真的很 很有愛心 他願意給他 然後就說 他就是需要一筆錢而已 所以就說這都很單純 可是問題就說 這個 事先都講得很好 就是互不相欠 對不對 所以就說你假如是要做的話 當然是 理論上就是沒有問題 可以這樣去進行 大家都講好了 可是這個講好是一回事 到最後就是完了以後 你假如知道說誰給誰捐的時候 那就不太一樣 不過就是各位 也許前一陣子也知道 就在我們這邊 有一對夫妻 是不是 就是說他們的夫妻 他們的配偶 捐贈器官嘛 然後到最後他們就結婚 就說 這個是 有時候很美的故事 就是不太一樣 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病人 他就是捐贈器官 他說他去世 他捐贈器官 就他女兒 那時候就說在 那個誰 那個 就說 在開刀房的門口 在等這個 手術在進行 因為他媽媽要捐贈器官 死掉了 要捐贈了 結果我們另外一個病人 叫康先生 那康先生就說他 剛好就是要坐椅子 要坐椅子 他是 他就開刀房裡面 要等著要坐椅子 結果呢 康太太就在 也是在開刀房的門口 在那邊等 康太太 前一兩天剛好 他就把他的腳去扭到 扭到的時候他就行動不變了 不過就說那個 就是 那個 就是說 高先生 高太太是要捐贈 所以高先生的那個小孩子 就是說這個高小姐 就在那個 也是在門口等 看到這個康太太 腳不瘦 腳不方便行動 他就很熱心的 就說 好不上你 怎麼痛苦 我來你 你說你吃飽 就在那邊說一說 聊一聊天的時候 他就跑到西北那邊 去幫他買麵包 買牛奶給 這個康太太吃 兩個人就在那邊聊天 那就康太太太就 就就看他年齡比較大一點 他就問那個高小姐說 你什麼人在開刀 他就說我媽媽在開刀 也沒有說什麼 開什麼刀 現在就 兩個人說 你什麼人在開刀 我說我兒子在開刀 開什麼刀 他說我兒子要換藥劑 要換藥劑 結果高小姐說 我媽媽要捐器官 你知道嗎 結果問題就是 人家的那個天注定的緣 就是兩個人就在那個 那個開到門口 就是 就是在那邊 坐在隔壁 你知道嗎 而且人家那個高小姐就很善良 就會幫他去 拿那個 就買東西 幫他 從急診室把東西提上來 所以就整個一個 這種就是 鼻子都很心很善良的 說那個就是不太一樣 懂不懂 所以說這是一個 很不一樣的一個過程 你的答案有聽好嗎 所以就說 像他那個樣子 就是很不一樣的一個情形 那所以說 這個就是我們在做 完了以後當然就說 像這樣他們一到現在為止 都成為一個很好的一個朋友 繼續再走 假如像這樣的話 你們可以預測說 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器官捐贈 絕對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當然就說 我們這個 就另外一個說 我們剛剛講的是 都是器官捐贈的人 對不對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在講 那 等待要坐椅子的人 等待要坐椅子的人 怎麼去看呢 對不對 我們一些人 很多人在坐椅子 這個又牽涉到 你們 就等於要討論的 一些倫理的問題 那麼多人在等著要坐椅子 那到底今天一個人捐贈器官 要給誰啊 對不對 因為這個就變成說 這個器官捐贈 它是一種公益財 是給大家的 社會的一個財產 那我們今天 我們就是今天出來的時候 當然了 就是說今天這醫生在做決定 那當然就說 很多東西 你怎麼去看到說 這個醫生到底 給誰啊 對不對 不過就是問題就是說 人家 常常在講 人家在坐椅子 對不對 你今天你在做的時候 當然是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就是 醫生本身的態度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就是 病人擺在那邊 當然就是說 我們今天考慮給誰的時候 那事實上是相當不容易 那各位客人就在國外來講 他事實上 在分配這個器官的 很簡單 他不想去考慮到那麼多複雜 今天你在開一個刀的時候 你看這個刀開下去的時候 它的長期的結果好不好的時候 對於 你可以去考慮年齡 考慮這個疾病的種類 什麼東西都會去考慮 但是問題就是說 在國外來講 他們在考慮這個 就是說今天要坐椅子的時候 你會考慮到的一些問題 就是今天接受者的那個部分來講的話 你就是看到他的HLA 就是說今天 誰跟誰的那個組織抗炎 他們最配合 那給你的分數就最高 懂不懂 給你點數 懂不懂 那另外就是說 今天假如說你這個病人 你體內有很強的抗體 你的抗體很強的時候 表示你不太容易找到跟你配合的人 適合的人 那這種人給你分數會比較高一點 懂不懂 就是說你越不容易找到 今天就是說 今天我們這個PIA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假如說你的抗體強度很高 所以今天有一個人捐贈的時候 你要去跟他做一個 就是跟血型要交叉試驗的時候 要配合要符合的時候 就不太容易 所以這種人就給你比較高 另外就是年齡 你假如是年齡越小的時候 你就給你分數比較高 懂不懂 所以就是說 事實上大概是 一個以這個情況來說 你有這個三個點 就是在美國來講 他們是 幾乎是用這個方式來分配 今天你這個 要給誰 所以就這麼簡單 就是說 你假如是 你假如說你越符合的時候 那表示你長期的結果 那個 邱娃你幫我看看誰在找我 這個手機 你壓一下這個 你看號碼 所以就說事實上 就是我們用這個方式來看 就是說誰最 你假如說這個 HLA最符合的時候 那當然你結果最好 你給你的時候 那這有意義 這是我們的一個 顯碼 就是我們在考慮 取消費的 不如是用這樣講 那就說我們的那個 你抗體強越強的時候 表示你不容易找到適當的捐贈者 因為說今天 雖然血型一樣 雖然HLA很適合 但是呢 你們兩個交叉試驗 就跟輸血一樣 今天O型給O型 看起來是可以給 但是並不是說 每個O型都可以給O型 這個因為假如你有抗體的時候 還是不可以給 所以說這個抗體很強的時候 表示你不容易的時候 就會給你這樣一個點數 年齡來講你越小的時候 就會有 有 有一個情況 所以說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大概是這樣在考慮 當然就是說 也許在臨床上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今天這個病很危急 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是危急 每個人覺得他很危急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 有時候就在 在考慮 那前一陣子在我們台灣來講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我們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問題出來 就是說 我們 在這些人在登機要坐移植的時候 台灣也有台灣的一個 rule 那就是說 preemptive 就是說對一個 一個病人 今天假如一個病人 他是要洗腎的時候 那你預測他一定必然 就說一定會洗腎 一定會去洗腎的時候 可是他還沒有洗腎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換腎 我們就說變成說 你這樣的一個病人 可是當時就是我們有醫生講說 今天 你這個病人你都沒有 不曾洗過腎 他就不知道這個苦 不知道這個苦的話 他今天換腎以後 他就不會很珍惜 所以你一定要讓他去 要去磨練一下 要讓他去洗腎以後 才給他 給他 做移植 這樣的話才有意義 可是事實上就是說 假如說在美國的腎臟醫學位的時候 他們就說 假如一個病人 你都不曾給他 不曾給他洗腎的時候 可是他已經是需要 洗腎的時候 你就給他機會 給他換腎的時候 結果 這個這樣的話 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我們看到 就是說你假如說 你給他事先 就是你不需要再給他 再多一個手續 給他去 洗腎的時候 反正他早晚要洗的時候 你就給他換腎了一個機會的時候 得到了長期的結果 都比你還要去洗腎來講更好 所以事實上沒有那一回事 可是 我們很多腎臟科醫師 會告訴病人 說你要先洗個兩年 把裡面的那個 把裡面的那個 尿毒洗得越乾淨的時候 才能夠登記換腎 所以事實上根本就說 我想病人他為什麼還要需要 再花那個一年兩年 在那邊熬多 每天 每幾天被打一次針 沒有那個道理 可是問題 問題就說 你在給病人解釋的時候 又都是不太一樣的一個情況 那另外一個 就是說 我們有 這個 我都是從那個 文獻裡面給各位知道 我們在比較 就是說在做遺址 跟那個 洗腎 對一個老年人的病人來講 也就是說今天 各位也知道 因為狼 中血老 然後老的時候又會生病 對不對 可是問題是說 你到底是不是認為 就是說這個年紀老了 就沒有意義 那當然就說像剛剛在那個 美國來講 他們就說 大概18歲以上的話 他們就是 婚數都一樣 他們並沒有說 設限說你幾歲以上 不能換 不能做 做器官移植 那所以說以前曾經有一個病人 他在那個 正性醫院 他在做那個 心臟移植 那時候怎麼樣 那時候就說他年齡比較大 他不知道是70幾歲 將近80歲 結果他做了 心臟移植 就是說他這個病人 他覺得 很適合給他做 或者他當時 當時他都沒有其他的病人 可以做移植 他就給他做了 反正就是說 總是那個病人 做了移植 結果呢 那個病人自己就出來講 他說 我雖然是80歲 可是我還是 覺得我還是很想活下去 對不對 那問題是為什麼 就說我80歲 我就不能做移植 對不對 那為什麼就一定是年輕人 所以就是說你看到 假如說我們 常常就有一個 像一個笑話 就是說今天假如說 有一個 捐贈人出來的時候 你假如年輕人跟老年人 在那邊的時候 然後呢 那你 那時候就說 年輕人會怎麼講呢 年輕人就說 老的不用給他 反正老的 我沒老久了 我這個年輕的 我還要繼續活 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還可以 用得比較久一點 可是問題是說 老年人會怎麼講呢 那時候 我那年輕人 還有時間慢慢等 年輕人還有時間慢慢等 我這個已經沒有太多時間 給我那樣 所以有時候就說 我今天我的演講 我並沒有說刻意說 一定要給各位一個答案 因為各位都是我的先知 比我更聰明 所以我就是沒有跟各位講答案 不過就是說很多事情你假如說 看你用這個角度去想 用這個角度去想 不過人家有一些路 都是有一定的一個情況 所以呢 各位可以從這張桌子 可以看到 就是說 就是說 對老年人來講的話呢 他是在 Dialysis 跟Transplant Patient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們 即使是年紀比較大 65歲以上的時候 你坐椅子的 還要給他洗腎來講 你長期拉下去的時候 結果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對一個老年人來講 你假如說你能夠給他一個好的 照顧的時候 事實上他坐椅子 還可以活得很好 活得很有品質 所以我是覺得這是一個 你講到這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真的有時候 事情不是那麼容易 有一個答案 那我們在坐椅子的時候呢 這是當時那個誰 那個 那個張家平 在那個誰 跟那個 葉莉老師一起做的一個研究 就事實上就是說 其實我們今天坐的椅子 做了很多東西在考慮 在在那邊弄 可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會遇到那麼多困難 事實上 坦白講 每個人都是一人一把號 每個人都他的態度 他的原則在 然後每個人都告訴我們說 他的一些想法在 所以事實上就是有時候你要整合 事實上很不容易 像我們今天我們在坐的 每個人來講的話 事實上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 一些看法 那不過我是覺得說 我個人來講 就是說事實上 就是說 你本身這個椅子在做的時候 第一個你一定要先了解 你覺得椅子它本身有沒有那樣的意義在 假如有意義在的時候 那下一步的時候呢 你假如是考慮這個捐贈者 跟接受者 分開來討論的時候 捐贈者來講 你對腦死你能不能接受 對不對 假如你腦死你都不能接受 你都覺得說 很捨不得 那他的那個家人 會 很捨不得 這個病人像死掉 或怎麼樣 你想用那個去想的時候 那這個 這個 一時推翻了很多 想法 那因為事實上 假如說你按照目前 整個世界的一個潮流來講 你認為說 第一個 你認為說器官捐贈 它有它的意義在 那你就當然 你會去想要怎麼 去創造這個椅子的一個 結果 一個成績 然後捐贈者來講的話 你假如說 OK 我認為 這個活體的話 跟屍體來講 活體一定要得到 那個捐贈者的同意 然後就是我們要限制在 這個血腥的關係 你假如非血腥關係的時候 你就是看到一個 committee 去 開會討論說 你這個非血腥關係 可是你又願意捐的時候 那你可以這樣去考慮 不過事實上 這個都是一些 committee 那 committee的時候 都是就是人 你知道嗎 而且問題是 這些人在組織這個委員會 這些人也不見得 每個人對 這個捐贈者 或接受者的背景 那麼清楚 所以有時候就是我們當遺職醫師來講的話 我們有時候要比別人更銳利 我們講說我們真的要照顧這病人一輩子的時候 我們就要知道這個病人適不適合做遺職 這捐贈者是不是 所以說今天假如說有一個人他 要捐贈的時候 他告訴我們說 他 他就說他 他要 就是要 那個 接受要 要負責多少錢 怎麼樣的話 事實上來講 我都 沒有辦法去接受 因為我覺得說 那個你今天你做了以後就是有完沒完 這個將來的話問題還是更多 所以這很多事情就是我想就是每個人每個人的想法 那簡單給各位就這樣的一個觀念 就是我大概我先把Outline這樣給各位知道 那我們可以再進一步花個時間討論 不過就是說在這個 這個誰 那個進一步討論之前 各位這個都寫好了沒 不要客氣 來 我們 你 我說我來看好了啦 好不好 你們呼籲 我們蘇智景醫師 報告正確的答案 好 這樣那比較不會 不過我報告了 報告了沒問題 那那個 我真的很有興趣 就是說各位 因為我們中間也有一些人是社工的 有一些是我們的那個 那個學校老師 還有就是我們這邊 就是說我報告完了沒關係 不過就各位你們答應我一件事情好不好 等一下你們 因為我也不知道是誰 你們就讓我收起來一下 我 我留個當底好不好 你有沒有寫名字 不是不是 你是寫 寫 寫 OK 那我事實上就是這樣講 我們看 今天就說 OK 那我就下一次 我就下一次 就是說那個誰 腎臟移植 五年的存羅率 就是病人的存羅率 它現在目前有82.4% 5年 所以就是說 事實上表示說 這個做移植的結果 是這個樣子 那肝臟移植 第二個是肝臟移植 目前的那個 就是說國際 那個世界上的data 是71.8% 就用這個統計 那心臟移植是69.6% 這第三個心臟移植 第四個背臟移植是44.9% 那我們看癌症的手術來講 十道癌 你開完了手術以後 基本上就說 它的那個 那個五年的存羅率大概是21% 21% 那胃癌的話呢 大概10%到32% 第二個是胃癌 那第三個是12子腸癌 Deldenial Cancer的話 是20%到40% 那第四個是 Coron Cancer 假如說是 那個 就是第二期的話 第一期不必講 第一期那個Duke A是100% 第二期Duke B的話是10% 不是 是57% 那 第三期的話是32% 第四期是10% 那肝癌的話大概五年的話是36% 那樣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基本上 我自己就說這個部分的話 我自己的一個想法是講 你這個 這個誰 這個 癌症的手術事實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想目前來講 已經沒有人說癌症不開刀 對不對 每個人都 除了說已經沒救了 他沒有開 可是問題就是說你這樣開的話 每個外科醫師都會想要創造什麼奇蹟 給病人 這樣事實上問題就是說 你做了癌症的手術 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存活力跟上面的那個 做移植的存活力來講 事實上可能就差了一大截 對不對 所以做移植來講 目前來講 它的手術技巧也不是問題 用藥的情況 得到的結果也很好 所以我是覺得說我自己 我自己的一個理念 假如說 我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邊的 career 能夠順利的時候 我事實上我覺得說 真的我是想推動 就是說很多坐移植的人 絕對 你說 我說 病人 一定要讓他們站出來 他們一定要讓 讓整個社會大眾知道 就是說 他們覺得說這個移植本身並不是那樣的一個 可怕的一個 治療的行為 那事實上很多病人 他們 等 他們也是需要有人告訴他們說 的確 移植事實上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麼多等待坐移植的人來講 或是 喜慎的人來講的話 他們自然他們會站起來的時候 對整個政府來講 我想政策決定 才會有更多人投入 更多人參與 要不然有時候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現在目前 我想 各位常常在報紙看到 今天又是什麼哪一個 哪一個醫生又坐了什麼 一個移植 都 好像都講他 他個人好像是能力很強 為什麼他們都不把這樣的一個結果 讓更多人去了解 讓整個社會 更多人去參與的時候 那這樣 不管就是說 假如說你去怕ethic有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攤開來 好好的討論 不要每件事情都不清不楚 那樣的話 大家永遠都沒得討論 那我的報告簡單到這邊為止 謝謝各位